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在今天的影片还没有开始之前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欢迎你把这次影片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接下来就让我们先看看今天的影片吧 哈喽,大家好,我是雅提米斯 欢迎收看今天的雅提聊星座 那我们今天要聊到的是2021年4月份的星座运势 那在这个月里头呢 星像是好坏残版的啦 所以大家的运势大概也都是属于好坏残版的一个局面 另外就是呢,在这个月里头呢 会有火星还有海王星的四分像 那是这个月里头最不好的一个形象啦 那因为这个形象呢 会发生在双子座还有双鱼座这两个星座上面 那当然对这两个星座的朋友们 会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影响 另外就是呢 它也会让整个社会的一个氛围 倾向呢,会有比较多的一个争吵啊 吵架啊,吵吵闹闹比较多啦 那另外就是假讯息会非常的多哦 可能数量会比过往来的更多一些哦 所以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们 在接下来的四月当中会觉得 这是一个相当热闹的一个月份 好的,请你拿出你的上升星座 还有太阳星座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在这个四月份当中 你会有怎样的运势吧 今天我们看到的是上升太阳 在天平座的朋友们 在四月份的星座云市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职场 还有工作运的部分 那对于天平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在这个月里头 事业的好运呢 是集中在月初还有月底的哦 那在四月一号到四月十四号的 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天平座的你在工作上 能够展现出自己的专业本领 让你的工作表现相当的好哦 另外就是呢 在这段时间当中 是会有贵客光临的哦 如果天平座的你呢 是从事销售还有业务工作的话 记得好好把握上门的贵客 会让你的业绩呢 更加的好 在四月二十四号到四月三十号的 这段时间呢 是天平座的你在这个月里头 职场表现最棒的一段时间 在职场上呢 可以说是出类拔萃 发光发热哦 那因为呢 你的工作表现相当的卓越哦 有一些天平座的朋友们 是在这段时间当中 会得到生殖扎行的机会哦 那这个四月份当中 一段时间呢 是要特别小心的哦 在四月二号到四月十八号 这段时间里面呢 天平座的你和同事之间 合作是不太愉快的哦 有一些同事呢 太混 进度太慢 或者是在工作上 会有出错的情况 都有可能拖慢到你的进度 或是连累到你的表现哦 另外就是呢 在这段时间呢 如果天平座的你需要面对一些考核或集合的话呢 要特别小心应对哦 因为来对你进行考核或集合的人员 是会相当严格的 会忌惮你挑骨头 找你的麻烦哦 接下来是金钱 还有财运的部分 在这个月里头呢 天平座呢 你在财运上可以说是好坏参半的哦 在四月一号到四月二十二号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呢 天平座的你在理财投资相关的运气上是相当良好的 眼光很精准的你呢 还蛮容易在这段时间当中有良好的获利 另外就是有一些天平座的朋友们 在这段时间当中是会有意外之财的 可以去买一张彩券试一下手机 但是呢在这个月里头呢 有两段时间是要比较小心的哦 在四月九号到四月二十二号这段时间里面呢 在不动产相关的投资方面呢 是比较容易出状况的 所以在做任何不动产的买卖决定之前呢 都要多想一下会比较好哦 另外就是呢 有一些天平座的朋友们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是比较容易遇到小偷盗贼的问题哦 所以在这段时间当中一定要做好居家仿道哦 最后呢在四月二十三号到四月二十九号的这段时间当中呢 天平座的朋友们在金融商品的理财投资方面 运势就比较不那么的好哦 做任何投资理财决策之前 一定要先想清楚以免造成亏损哦 接下来是学业还有考试的部分 那对于天平座的同学们来说 在这一整个月里面哦 小考还有向内考试方面的考运是中评的 假如好好认真念书的话呢 自然可以在考试的时候有很好的一个发挥哦 那在大考还有证照考的方面呢 在四月六号到四月二十八号这一段时针里面呢 天平座的同学们在大考还有证照考方面相关的考验是相当良好的哦 在应考的时候呢天平座的你呢 反应是相当灵敏的哦 在考试的时候可以有很好的发挥 很容易拿到高分 另外就是如果有需要考数科的话 天平座的你会有相当棒的表现 接下来呢是桃花云的部分 那对于天平座的朋友们来说呢 在这个月里头 桃花云可以说是好坏参半 很棒的对象呢会出现 那很糟糕的对象也蛮有机会出现的 所以天平座的你一定要小心的辨认 哪一些是好桃花 哪一些是烂桃花哦 在四月一号到四月二十八号的这段时间当中呢 也就是几乎这一整个月了 天平座的朋友们是还蛮容易认识 真爱等级的好对象哦 那这样子的对象呢 往往会很关心天平座的你 对你呢是相当体贴的哦 个性也是还蛮成熟的 不太会闹脾气 那如果天平座的你很想脱单的话 遇到好对象的时候 记得要好好把握哦 那如果天平座的你正在追求某个特定对象的话 记得哦 在和你喜欢的人互动啊 聊天沟通的时候呢 要表现出你成熟成稳有深度的一面哦 千万不能太过幼稚哦 那这个月里头 烂桃花比较容易出现的时间有两段哦 也是天平座你要比较小心的时间点 在四月九号到四月二十二号的这段时间当中呢 是比较容易出现的 用情不专又爱劈腿的烂桃花 那这样的对象真的是还蛮糟糕的啦 所以天平座你要记得小心避开这种类型的对象哦 另外就是在四月二十二号到四月二十九号的这段时间当中呢 是比较有机会会认识到想要从你身上捞钱骗钱 或者是呢想要骗你的肉体把你推上床的这种烂桃花哦 那这种对象往往都只想要你的钱或你的肉体哦 那不想跟你好好谈恋爱 如果说你不小心晕船的话 就还蛮容易人才两失的哦 所以呢在这段时间当中呢 认识任何新对象的时候 都要小心一点保持清醒哦 接下来是爱情婚姻还有家庭的部分 在这个月里头呢 四月一号到四月二十三号这段时间呢 是和另外一半之间相处还蛮甜蜜愉快的一段时光哦 你的另外一半其实相当体贴你 相当照顾你 也很为你想哦 会让你感受到呢 你的另外一半是真的很细心在呵护你哦 那天平座的你呢 也要多用一些肢体上的接触 一些亲密互动 亲情抱抱去回报你的另外一半哦 让你的另外一半感受到你对他的爱哦 而在四月九号到四月二十二号这段时间当中呢 你的另外一半和长辈之间 是比较容易因为金钱相关的话题呢 会有一些吵架或不愉快的情况发生哦 所以天平座的朋友们要记得哦 在这段时间当中 千万不要让你的另外一半和长辈呢 谈到金钱相关的事情哦 有关金钱的事呢 如果需要跟长辈沟通的话 就有天平座的你亲自出面会比较好一点 而在四月二十二号到四月二十九号这一段时间呢 是天平座的你和另外一半之间 在床上运动方面 比较不是那么协调 不太开心的时间了哦 那我建议天平座的你呢 在这段时间当中和你的另外一半呢 研究一些新的床上情趣哦 会对你和另外一半之间的亲密关系 有更多正面的帮助和加分哦 接下来是身体健康好交通安全的部分 那这个月里头呢 交通安全的部分上 天平座的朋友们在交通运大概都是中等的哦 那偶尔会有交通运不好的时候 那大概都是零星的几天啦 会在一周运势的时候呢 帮天平座的朋友们做一些提醒 记得要去看哦 而在身体健康的方面上 4月2号到4月18号这一段时间呢 天平座的朋友们比较会有肌肉拉伤 扭伤或是会有运动伤害的情况发生哦 在做运动的时候呢 记得不要太过激烈 运动之前也要做好暖身运动哦 那另外有一些天平座的朋友们 是在这段时间当中 比较容易会有食物中毒 或者是会有食物过敏的情况发生 在吃任何食物之前 要记得先确认一下食物是不是新鲜的 另外就是你要确认一下 这些食物当中 是否会有让你过敏的过敏源哦 在4月22号到4月29号 这一段时针里面呢 天平座的朋友们要特别注意的是 心血管、泌尿排泄系统 还有妇科相关的状况哦 如果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况 要记得尽快就已检查哦 今天影片呢就到这边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你订阅我的频道 也要记得开小铃铛哦 也欢迎你把这支影片呢 分享给喜欢星座的朋友们 如果要和我聊聊的话呢 也欢迎你在底下留言哦 我是阿甜蜜斯 我们下次见 拜拜